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我在厂里认了的嫂子她娇艳动人每天都来找我 还说怀了我的孩子,让我离得越远越好 我在佛山认识了一个女子,成为了我的嫂子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会经常主动贴上来 想和我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没过多久,她怀上了我的孩子 声称里面是我的种 但她却要求我离得越远越好 不想让我插手孩子的生活 我叫吴宇,于2003年冬天来到佛山的新兴电子厂 手提着两大袋东西 在这里,大家都喊我宇哥 但是,这里的环境并不好 宿舍没有卫生间 要去厕所只能到后头的工厂 来晚了还得喊看门的老大娘 很多人晚上要么少喝水 要么去后头的水沟边上解决 我是负责拧螺丝的工人 虽然工作不难 但是工时很长 要一直站着工作 每天需要拱着腰 戴着手套忙碌从早到晚 虽然说每天工作时长为12个小时 但通宵达旦也是常试 真正到手的工资却总是不多 反而越来越少 在婚姻方面 我们这些人娶不到外面的姑娘 基本上都只能在厂里解决了 我也曾想在这里找一个女孩 但看来看去都没见着称心的 有人说我眼光高 还有人说我脾气急躁 所以注定要孤独终老 但我并不放心上 毕竟梦想还是要有的 谁知道会不会有仙女下凡呢 有一天 我们厂里新来了几个女工 其中一个名叫李红 她的模样相当引人注目 身穿简单的白色T恤包裹着 她圆润的上半身 黑色肩带若隐若现 超短裤下面一双白皙修长的美腿 更是让人心持神往 我看着她的倩影 心里感到自己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真是世上真有仙女呀 她面容温柔 笑容甜静 小乔粉嫩的瓜子脸上 那双狐狸眼格外勾人心魄 这一刻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 每一根神经都被勾动了 我向来直来直去 喜欢就得争取 于是 今天中午 我拿着餐盘直接坐在了李红的对面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 李红看着我 眼里透着疑惑 发生什么事了 她这么看着我 我感到自己的脸上升起一股热流 嘿 我想问问你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啊 我挠了挠头 大声问道 李红像是吓了一跳 顿时脸红了起来 低下头道 我已经结婚了 她话音未落 一个臃肿的男人坐到了她的身边 两人亲密地挨在了一起 有句话说得好 别人不尴尬 尴尬的是我 现在我坐在他们对面 只感到自己的屁股底下 被无数根针扎着 难以忍受 对面的男人 好像注意到了我 他是个热情的人 一直和我聊天 我也不是个害羞的人 聊着聊着就聊开了 还当场和她认识了 吃完饭后 我特意拉着李红到一边 低声说 嫂子 刚才的事 你就当做误会吧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在工厂里 李红和她的对象 坐在我对面 我们逐渐熟络起来 时不时还会聚在一起喝酒 也许是我的错觉 但我总感觉李红的目光 经常停留在我身上 她的眼神 不像是在注视一个人 而更像是在 审视某个物品的好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 李红对我越来越关心 她每天晚上 都会来看我 带来水果 还会找各种话题 与我聊天 更奇怪的是 她的着装很暴露 这让我很困扰 只能刻意保持距离 有一天下午 我喝了太多水 晚上跑去沟去放水 刚才吞下裤子 就听到有人 向我扔了一块石头 谁在这个时间 打扰我撒尿 我回头发现 李红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 脸上犯着红韵 脚丫子随意晃动着 嫂子 我不确定地嚷了一声 李红指着我下面 笑得很大声 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裤子 还在脚踝上 我赶紧把裤头提起来 大声问 嫂子 你这个时间 跑这里干什么 她却像没听见一样 笑得更大声了 突然 她身体轻飘飘地 倒在了地上 我赶紧走上前去 李红这才慢慢地 倒在了我的怀里 这时我才发现 她身上只穿了一件 宽松的吊带裙 那布料真的非常少 特别是当她 匍匐在地上的时候 她的裙子 掉到了腰部 里面的景象 一览无余 这真是危及 我的性命啊 我费尽全力 才把她的衣服整好 抱着她走回去 我心里一直担心着 如果有人看到了 那就是名誉扫地 再也爬不起来了 幸运的是 没有出什么事情 我把李红送回家后 就匆匆离开了 躺在床上 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脑海里 充满了李红 昨晚最倒的场景 她的身材 简直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第二天 我居然在宿舍楼下 看到了李红 我原以为 她是在等胖哥 没想到 她直接走向我 脸红红地说 小吴啊 你现在有空吗 我点了点头 然后跟她走到了 宿舍后面的小草坪上 昨天晚上的事 我今天都记得了 真是麻烦你了 没事 我摆摆手 然后问她 不过嫂子 你为什么会喝那么多酒呢 胖哥知道吗 她不知道 李红很快地回答道 她定定地看着我 我们的事情不能告诉她 听到这句话 我越听越糊涂 这是什么我们的事情 明明就是你自己的事啊 我竭尽全力 为她整理好衣服 然后抱起她的身体 往回走 这期间 我一直心惊胆战 如果被人看到了 我就彻底完了 但是幸运的是 没出什么事情 送完李红回去后 我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全是 李红最倒的样子 她那身材 简直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第二天 我居然在宿舍楼下 看到了李红的身影 我以为她在等胖哥 没想到她直接向我走来 脸红红地说 小吴 你有空吗 我点了点头 然后跟她走到了宿舍后面的小草地 她突然向我扑了过来 说道 小吴啊 我觉得我不爱胖哥 我吃惊地看着她 她的手指在我胸前画着圈圈 胖哥是我家里介绍的 没多久就结婚了 但她不是我的菜 她说着说着 把食指放在了我的嘴唇上 最近 我感觉遇到了自己的 Mr.Right 我看着她的迷离双眼 自己也快被她迷住了 她爬上我的肩膀 眼中满是诱惑 她问我 小吴 你知道那个她是谁吗 我抱着她躺在草地上 她的身体紧贴着我 但就在她碰到我的时候 我瞬间清醒过来 把她从我身上推开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急切地说 嫂子 这样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 她一边小声哀求 一边竟然想要爬上我 我被她逼得走投无路 狼狈地爬起来说 嫂子 你听我说 要是我们都单身 我肯定是喜欢你的 但现在你有人了 我不想做小三 说完后 我不敢回头看她 扭头往肠子里跑 在流水线上 我根本无心工作 脑子里全是李红的诱惑形象 周六晚上 当我回到肠子时 看到胖哥和几个同事 正要出门 兄弟 你不陪嫂子吗 我问道 没事 她自己在宿舍呢 胖哥满不在乎的回答 女人不能惯着呀 她说完 便搂着身旁的人静 直走出门去 看着她那样子 我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 不知不觉 我已经站在李红宿舍门前 我敲响了门 门被打开 李红光着脚站在门口 她身穿白色掉在背心 深深的沟壑 在内衣里随着她的呼吸晃动 让我心潮澎湃 我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 李红身体僵了一下 但很快她的身体就变得热情主动 不停地互相脱去彼此的衣服 别着急 我对她迎戏一笑 我们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激情四溢 一同飞向云端 当一切都结束时 我们在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满足和欲望 从那天开始 我和李红保持这种神秘的关系 而胖哥则成为她名义上的伴侣 在私下里 她经常约我出来过浪漫的时光 在一个终点房里 我不禁低头问她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胖哥公开我们的关系 哎呀 现在不行吗 反正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有这么急吗 李红称怪道 我不满地嘟囔着 我可不想一辈子都被隐瞒着 别担心 李红报警了我 很快就可以了 两周后 我在工厂能口碰到了面色红润的胖哥 自从和李红开始后 我见了他都躲着走 但是今天 胖哥却把我喊住 还往我的口袋里塞了两个红鸡蛋 吴老弟喜事要分享 这是怎么了 我抬起头 不解地问他 嘿 我媳妇怀孕了 胖哥高兴地说 我就像被冻结一样 惊讶地问道 你说的是李红 对呀 除了他还有谁呢 胖哥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我 之前我们去做婚检 医生还说 我不能让自己的媳妇怀孕 现在看看不就是胡扯吗 他一边说着 一边开心地笑 但我却浑身发冷 此刻 我已经没有时间和胖哥纠缠不清 竟只赶到了李红的宿舍门口 他就站在那里 目光冰冷地注视着我 你已经知道了吗 所以 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等孩子出生后 你打算怎么办 这得看你的想法了 李红摸着自己的肚子 轻声笑道 看你想让这个孩子 有什么样的生活 我情不自禁地向前迈了一步 严厉地说道 你还算个人吗 这时 胖哥怒气冲冲地 从远处跑了过来 嘿 嘿 嘿 吴老弟 你这是干嘛 李红赶紧凑过来 挽起了胖哥的手臂 哎呀 什么事也没有啊 小吴是来恭喜我的呀 我看着他们紧紧相拥的样子 我用力朝地下吐了口唾沫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